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子 我今天要來開箱囉 今天要開箱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iPower 就是可以充電也順便一起備份的一個充電頭 你知道iPhone 12沒有附豆腐頭嗎? 它裡面只會給你一條Type-C的那個線 充電線,可是它卻沒有充電頭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一顆充電頭 那既然買充電頭呢 還不如買這個可以一邊充電 又可以一邊備份的iPower充電頭 我這邊必須要先跟我老公喊話一下 大家都以為你已經買iPhone 12給我囉 可是我並沒有收到 所以我沒辦法開箱手機跟你們分享 但是呢,我可以開箱我這個 我覺得非常好用的東西 你跟我一樣是那個賽王魔人嘛 如果你也是賽王魔人的話 那你應該也跟我一樣 手機很常常需要備份 而且很容易影片拍一拍就滿了 照片拍一拍就滿了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像這樣子 如此方便的東西 你可以邊充電又可以邊備份 那我現在就來給你們看一下 我剛剛開箱的影片喔 好啦,大家看完開箱的影片之後呢 我要必須跟大家分享為什麼我要推薦這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呢,除了你現在買iPhone它裡面沒有豆腐頭 你必須另外要有一個豆腐頭 或是用以前舊手機的豆腐頭也OK 可是呢,舊手機的豆腐頭 它就沒有像這樣子有備份的功能 所以你在換手機的時候 還要自己用iTunes備份 或是雲端備份 很花時間 又很麻煩 這時候如果你有先購入一個Type-C 然後可以快速充電豆腐頭 就很方便 因為其實它除了15W Type-C之外呢 還有12W USB的這個豆腐頭 讓它有幾個優點 除了你可以邊備份變充電之外呢 它也是有經過Apple的官方認證過的產品 也就是所謂的MFI認證 就是它是為蘋果而製做生產的 那買這樣的產品通常會比較 會一些些 可是呢,有幾項保證 就是如果說你的手機是因為 使用像這樣子的認證過的產品 如果出現一些問題的話 它是可以保修的 那如果說你去外面隨便便一間店 它是沒有MFI認證的 然後你可能插下去爆炸還是怎麼樣的呢 這個蘋果就沒有保修了 所以這個你要注意喔 這點非常需要注意 所以呢,如果我們要買一些 像Apple的一些周邊產品 可是你不要買原廠的 然後你最好是選擇有MFI認證的產品 那這個iPower的充電都不同的 它就是有經過Apple的MFI認證喔 這個你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然後呢,除了這個部分之外呢 它是快速充電 USB的話 USB款它是12瓦的快速充電 那如果你是買Type-C的話呢 它是15瓦快速充電喔 好啦,跟你們分享完我的使用心得過後呢 然後也開箱完了 我現在來實際操作給你們看看 讓你們知道它有多快速、多方便、多好用喔 打開手機 App Store裡面安裝 iPower Backup 安裝後打開來呢 它就會有一系列的 其實就是很標準的 告訴你說怎麼備份啊 是否加密備份啊 然後是否綁定啊 然後你就設定好自己的密碼 非常簡單 就進入了iPower的Backup 接著呢 你就可以邊充電 它就幫你邊備份 你的聯絡人資料 土庫資料 一些的資料 它就可以直接幫你在充電的過程中 直接備份 好啦 我們現在就放著給它充電吧 是不是超方便吧 因為你就不用管它了 給它邊充電 它自己就會備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充一下電過後呢 我們電量已經直接來到95%了 非常的快 然後我們進入設定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看到 有自動備份可以設定啊 加密備份可以設定 這都可以自己設定 然後回到首頁的資料庫的部分 可以看到 Mini SD卡裡面的檔案啊 還有你剛剛手機裡面 備份的檔案都在裡面了 真的超方便的 分享到這邊是不是很想趕快買一個啊 耶 看完我的分享 你有沒有覺得以後 手機就可以不用買那麼大容量了呢 以現在新款的iPhone 12 Pro Max來看呢 如果你買128G的話呢 要37,900 可是如果你買到最大容量 56G的話呢 要花到48,400塊 那這中間的容量差價 將近一萬 一萬多塊 你可以買多少顆這個 可以備份的豆腐頭啊 然後呢 我們現在買一Mini SD卡 一張也沒有多少錢 所以呢 這是不是可以聰明省錢又方便呢 好啦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